你计划了好多年的新疆行程,为什么还没有处发? 去一份攻略吗? 你问我这个地道的新疆人样? 收好了,四月去伊犁看杏花。 你没看错,这就是真实的样子。 感受漫山遍野,也生杏花带给你的震撼。 我愿来伊犁草原吧? 雪山,草原,也生花海。 彻底颠覆你对新疆的印象。 六月就把时间交给薰衣草,漫步在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之一的祸城。 陶醉在薰衣草紫色的世界里,让你流连忘返。 纳拉提草原,卡拉郡草原,唐布拉,巴音布鲁克, 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阿克塔斯草原,恰西,库尔德宁等等小众景点。 五至七月是草原景色最最最最好看的季节。 其实路上风景会更美,这种风景你看了会不会感动? 塞里木湖,你以为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随便说的吗? 一年四季都是很美的,来多少次都不够。 七月八月选择很多, 不管是独库公路一天过四季,还是草原集小众景点玩意。 基本上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,九月去卡拉斯,河墨吧? 这里就是调色盘打翻的样子,各种颜色美到有酷。 反正你能想到秋天的样子在这里都有。 北江看风景,南江看风景, 十月一定要去一次南江吗? 不仅有令人向往的西雨风景, 也有美不胜收的大漠风景。 原始胡阳林,塔米尔高原景色, 十二月到三月打个飞机来新疆玩雪吧, 这个时间段的机票都是白菜价, 其实上面只是新疆最初级的风景, 深度一点,那就太多了。 后面给你们慢慢分享详细功率, 最长的时间在路上, 最美的风景也在路上, 当然,最好的攻略就是交个新疆朋友啊。 关注我, 下期分享每个时间段的详细玩法, 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